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大型多项目运动会 以18区区议会为参赛单位 全港运动会不但为各区提供更多体育参与 交流和合作的机会 更可从中发掘具潜积的运动员 也可加强市民对所居住地区的归属感 提升社区凝聚力 大会为第一届全港运动会 举办了一连串的宣传活动 包括了开展礼 竞差游戏 投票活动和记者招待会 这些活动在2007年年初相计展开 反映理想 一共吸引了超过10万名市民参加 此外 为了协助各运动员备战 大会还特别为各项赛事举办了示范和交流活动 由有关体育总会派出多位资深教练和精英运动员 向一众参资者作出指导和示范 希望藉此提高各参赛者的个人技术 加强他们的比赛信心 为隆重其事 大会邀请了行政长官曾荫权先生 在2007年4月21日 亲临小西湾运动场 主持第一届全港运动会开幕典礼 出席开幕典礼的嘉宾 还包括了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 和八位香港精英运动员 他们分别是黄金堡 叶沛然 曾思敏 施幸瑜 邓逆俊 吕楚威 赵仲熙 李浩晴 而奥运会中国金牌得主 许海峰和邓亚平 更专情来港 参与燃点圣火仪式 为开幕典礼掀起高潮 第一届全港运动会 设有田径 乒乓球 羽毛球 和蓝球四个体育项目 参赛运动员 共有1287名 他们都是由国区区议会 选拔出来的区内精英 经过三星期的激烈比拼后 所有赛事圆满结束 大会一共颁发了120面 金、银、铜、奖牌 而第一届全港运动会的全场总冠军 殊泳 最后由葵青区决得 第二届全港运动会 将会在2009年举行 到时会增加更多比赛项目 让更多运动建议可以一展伸手 不要埋没你的体育才华 一起来参加第二届全港运动会 为你所属的地区竞逐树荣 有你的参与和支持 我们一定可以将第二届全港运动会 办得更加成功 我们在2009年再见 目标麓 有些赛事都会被连动 很高兴 感谢观看